1835年,纽约市的一场大火摧毁了530座建筑物。 36年后,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发生的一场全市范围的大火将800多座建筑物化为灰烬。 1871年,芝加哥发生的一场粉尘大火吞没了17450座建筑物。 19世纪的木质建筑使得这些火灾的火势能够迅速蔓延, 而那时候的消防队员根本无法将它们扑灭。 今天,耐火材料、感烟探测器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让我们的工作场所变得更加安全。 然而,尽管拥有了这些优势,毁灭性的工业火灾还是会发生。 当火焰吞噬化学品、塑料和其他当代的物质时, 就会将工作场所变成一个可怕的地狱, 而这个地狱会迅速扩散,让人立刻致命。 最好的灭火方式是预防, 但是首先你应该了解是什么引起的燃烧。 所有的火都涉及到三个要素, 热量、燃料和氧气。 缺少任何一个要素,火就不会燃烧, 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下每一个要素。 首先,热量是一个点火源, 许多事物都能产生热量, 包括明火、静电、切割和焊接作业、 电炉故障、未受保护的热表面、 摩擦以及化学反应。 火一旦开始燃烧, 就会产生更多的热量, 火势就会变大。 只要有足够的燃料和氧气, 火势就会持续扩散。 燃料包括可燃固体, 如纸张、木材、某些金属、 易燃液体和易燃气体。 易燃或可燃物质产生的蒸汽 于空气中的氧, 一混合就会产生火焰。 某些物质一直都会释放出易燃蒸汽, 而其他物质必须经过加热 才会释放出可燃蒸汽。 例如,原木必须经过加热才会燃烧。 火焰产生的热量引起木材分解, 产生灰烬和易燃蒸汽。 这些水汽于空气中的氧混合就会产生更多的火焰。 雷キンター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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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产生的热量 create, 在前面推動了一张 雷キンターチ